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环岛在城市道路当中是很常见的 环岛的作用就是防止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冲突 很多洗手机朋友不了解应该如何通过环岛 那本期视频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通过环岛的方法 以及通过环岛时的让行规则 开车输入环岛,需要观察清楚路况 需要提前确认出口位置 根据出口选择车道 虽然进入环岛可以不开转向灯 但是为了安全,如果车辆要进入环岛内车车道时 要开启左转向灯,提醒后方车辆 这样可以防止寡乘的发生 在环岛内行驶,如果不变革车道时 不需要一直开左转向灯 有些司机忘记关闭转向灯,会误导后方车辆 但是在死速环岛时,一定要开启右转向灯 环岛一般都有三个出口,三个车道 最外侧是右边出口 中间车道是前方直行出口 最内侧车道是左侧出口 进入环岛后要减速慢行,确认出口位置 如果离出口比较近,就保持在外侧车道行驶 如果离出口比较远,就靠内侧车道行驶 同时要观察周围车辆的行驶动态 同时要注意环岛行车的理量规则 第一,进入环岛的车让出环岛的车 第二,环岛外的车让环岛内的车 第三,转弯的车让直行 第四,后车让前车 第五,小车让大车 在车道内行驶,要保持住弯道行驶轨迹 不要大幅度打方向盘 可以小角度进行微调 在车道内转弯时 如果有车并线进来 我们就减速,但是不要变道 就是所谓的让速不让路 如果错过出口没出去,也不要停车 我们可以再绕一圈,提前变道 找到出口使出环岛 准备使出环岛时 应该提前开启右转向灯 同时观察右侧后视镜 注意避让后方车道内 使出环岛的车辆 本期视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给我点点赞 转发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